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词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发菩提心 手持菩萨界的功德是无量的 无可思议的 这在《大乘显密经许》中都有详细的宣说 作词曲 李宗盛 佛在《华严经》中说 发菩提心 手持菩萨界就如同太阳一样 所发出的自然光芒能潜出自他黑暗的所知障 又如同清凉的月光一样 能潜出热闹的烦恼障 进而成就复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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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宗十四根本节 第一根本故事 轻描赏试 轻描赏 第二根本故事 惟悦诸佛的眼教 轻描赏试 善知识有三种 以上三种认论皆会法 否认反噬佛图 或善知识的教法 这即是违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三根本故事 对金刚兄弟起怨恨 所有归于佛陀坐下的佛教徒 接位金刚兄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意谈成 或领受同一位金刚上师贯典者 皆为剧足三昧爷之金刚兄弟 使兄弟间争吵 嫉妒 斗争 两舌等等 互相伤害 都是触犯第三根本结 第四根本故事 对众生舍弃慈爱 忘失慈悲心 对其他友情众生之赋予安乐 神奇嫉妒 恶意或伤害之妄念 而且希望众生发生不好的事情 此不仅在基本层次上 违犯了菩萨界 也犯了第四条根本界 第五根本故事 舍弃不提心 出于贪嗔痴 而断如是大乘法根 自觉佛法难修 佛道难行 众生难度 因而退时补提心者 疾犯第五条根本界 第六根本故事 诽谤自他宗派 我们不能仅以个人修行的观点 就随意批评别派的叫法 是否有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七根本故事 于贵臣守法 其透透的秘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根系尚未成熟的人 宣扬密教种种不可思议之说 把密称教拔 透露给那些 不适合密称刑取的人 如此容易引起他人之诽谤 构成地狱之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八根本故事 轻描自己具有佛性的身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此界的意义 是受想形式之五蕴 虽为烦恼之根源 但烦恼业障 皆可转化为菩提 是修成佛果之根本浅能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若视之为无用 不纯净 下列的等等 如此见底 反而成为修道之障碍 自杀者等于是佛罪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九根本故事 怀疑诸法必尽亲近之特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偏费空 有 不怀疑诸字信法 对于密宗 见修行果 皆为亲近法 而有所怀疑者 这种修行的怀疑态度 实为修行道上的基本违犯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十根本故事 对于恶行众生展现慈爱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对不相信佛法之人 要来迫害、打击佛教 或者消灭佛教之人 不可以用慈悲与菩提心 应降服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经典上提到 如果有众生行为极端邪恶 而犯了极大的恶业 他将不可避免地堕入恶道 并且对其余众生 引起无穷的伤害 2.经典上提到 3.对于具有大慈悲心的 秘乘行者而言 我们理应行诸法 以避免他继续造下 饥饿行为 前提是 必须以完全的五思而行 出于完全的慈悲 3. Kantor 香港人 5.丝尚 100. newspapers 本学生 2010. 年轻人 1. 厚 100. 短 1. 短 2. 短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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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短 2. 短 2. 短 如果某人有能力去执行此一任务 以使情况转到有意的一面 但他却拒绝去停止此一极大伤害 那么此人就违犯第十条根本度 第十一根本过失 得确保有限定义的诅法 做有限的解释 感谢观看 一 金刚衬行者必须断除偏见 避免自己落入两种邪见中 认为一切万象本来真实存在 或是出于对空见的误解而否定一切事 错认因火业里非有 感谢观看 二 堕入二执之中 皆非密乘行者之正确见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 将佛陀的正法 不分宗派 传播在这个世间 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慈悲至夜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报恩孝亲 起见梁皇宝燦法会 及三十系念法会 日期8月22日到8月26日 梁皇宝燦法会 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 恭请广护法师组法 及法务指导僧众 共同领众 日期8月27日星期六 三十系念法会 时间上午9点 恭请慧态法师 慧量法师 广护法师共同组法 地点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 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共募福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收紧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 7月共修法会 日期7月9日 7月16日 7月23日 时间 每周六下午2点开始 恭送不动如来品经文 修持不动佛仪轨 恭送月葬经吉祥文 即点灯 恭请战性法师组法 点落电话06271-6616 06271-6616 或06271-6612 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 永大陆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共募福恩 避免信众与密闭空间 无法保持社交距离 一律踩直播方式共募福恩 加入分会耐群组可登记病苦者 每日法会后 接会回向 亦可登记毛孩 上师如此教导 为立以上中下根者 而在龙年秋季的第二个月 第八日 在红颜谷 传授此禅修教研之书圣经慢 生起与圆满合一 有圆念与无圆念的修持指导 拉谢国王 向莲花生大事问道 大师 祈求您 赐予我们结合 有圆念与无圆念 修持的指指教研 如此说完 国王向莲师献上黄金曼达 并随着秦法 而进行一座会共 莲师随后便给予以下教研 这是认清三种子字 生与义大印的教研 不论你留住在什么地方 你所在地方就是闭关处 你的生之山月 此处住着隐居的修行者 你的心 首先 观想自己为本尊 在一刹那间 意念起完整的本尊身形 认清此身形 连同其色彩 法器 颜世 衣着在内 其栩栩如生的显现 极为报身 认清此本尊身形 极为化身 虽然能看见 却不具实质 不是由任何物质所组成 当你如此观想时 认清你的心 不是千变万化的念头 而是法身 并且它保持明彻与无念 有如不为风动的 苏油灯焰 认清所观想的本尊 除了可在你 视其为本尊体性的心中 找到之外 无法在他处寻获 接着 以身 与意 加持此本尊 观想在你的头顶上 有个四幅的法轮 其上有白色的翁字 认清其为一切善事身的体性 观想在你的喉间 有四半的莲花 其上有红色的阿字 认清其为一切善事欲的体性 观想在你的心中央 有个十字的金刚处 处的中心 有蓝色的轰字 认清其为一切善事欲的体性 今天是六斩日 为四大天王视察人间善恶之日 劝请大众持守八观栽戒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饮 不忘语 不饮酒 不眠坐华丽之床 不着香花蔓 不香油涂生 不观听歌舞 不飞食食 也就是持斋 不舞不食 随省灵的功德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